這裡有一個很短的視頻 就是這個女人 Hillary Clinton 曾經跟特朗普爭做美國總統 當然她輸了 特朗普在2016年做了美國總統 她歸咎為何 普京或俄羅斯 她會入侵烏克蘭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在2020年的大選中 特朗普輸了 我們先聽到她說 不要說女兒說 先聽到她說 她不想念她 她不想問她 她可以進行 她想說她有多擠 有解決心 可協助她 和她有一個聯盟 她不支持她 她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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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特朗普輸了 對不起 停止了 他就說 普京會做第二次侵略烏克蘭 為什麼第二次呢 我不知道 因為特朗普輸了 他當時估計 如果特朗普贏的話 特朗普會將烏克蘭由NATO推出去 即是不會受烏克蘭玩 如果這樣情況下 俄羅斯覺得安全 自然會入侵 因為特朗普輸了 所以普京計算過 認為歐洲各方面的國家不會組織起一個共同面 因此發動了特別軍事行動 他將責任推了 相反來說 給了拜登 即是說 拜登軟弱 如果拜登是做對的話 你可以將烏克蘭不要讓他加入 不約 這樣便不會發生戰爭 這是一邊 另一邊就是 我不明白 他是民主黨員 而特朗普是共和黨員 他到底後面有什麼計算 他講這段說話有什麼計算 我們不知道 但在我角度來說 作為國家領導人 曾經希望做國家領導人 對世界的認知 例如如現在英國首相 仍然說 烏克蘭贏了 俄羅斯輸了 這些對世界現象的正確認知 無論是真還是假 在公開場所 或是英國首相 在國會內 其實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西方的政治 今天來講 是依靠不停地做一些假象 大家見到假象 以為就是 現在他認為 因為特朗普輸了 所以 這些邏輯 其實 我覺得 離開做領導人 差太遠了 領導人這樣的思考邏輯 怎麼可以期望 這個 國家 會走正確的道路 我真是 拋頭 我會把這節 描述到 大家有機會 深思一下這個問題 國家領導人 對世界的認知 是否應該給我們普通人 有更加深刻一點的認知 對事件了解更加好呢 好像俄烏之間的關係 是否可以簡單地變成 因為特朗普輸了 所以 這個邏輯